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不是只有中天要捍衛 每個人都應該要捍衛 尤其我們是民主自由國家 大家可以去換一下 NCC的組織法 或者NCC 我們有一個叫做傳播憲法的 通信傳播基本法 那裡面的第一條就提到 要去捍衛 要去維護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都列為是一個NCC 或者主管機關 應該要去捍衛的一個 基本價值在 在2017年就川普 那個時候有一個美國的NBC 也就是他們的無線電視網 他曾經在2017年10月的時候 報導說美國總統川普 曾經在一個會議中裡面 要求增加所謂的核武軍火等等 結果被那個時候 當然那個時候的 他們的國務卿說 你根本就是亂說等等 然後結果川普總統 就罵他 非常生氣 就罵NBC 就在推推的說 NBC播出的這個是假新聞 然後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才能夠挑戰他們的執照 然後要求 有威脅喔 對 新聞網的新聞 變得這麼偏頗扭曲 又是虛假 然後他的執照必須被挑戰 然後就要有適當的話 我們應該就將他撤照等等 那當然就引起很大爭議 你看是總統說話 是要將NBC的執照給撤 然後這個案子就當然 那個時候FCC的主委叫派特 當然他因為他是總統任命嘛 所以一開始沒有做立即的回應喔 然後也因此遭到很多批評 他當然最後也是說言論自由 但是他沒有立即的去回應 結果有人就去問FCC的五位委員 那五位委員大家就一致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不應該不說話 也就是說涉及到我們的最低的底線的 言論自由的保護 他認為說所有的FCC委員 都應該明確表示喔 對於美國言論自由 就是第一修正案的支持喔 也就是委員不會單純因為 總統不滿意 某一個電視台的一些報導 然後就將他的執照給撤照 他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維護言論自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大家噤聲都沉默 反而是一種殺傷力 這時候就要勇敢的講出來 捍衛言論自由 委員意思是這樣子喔 你的獨立性不就是在這一邊嗎 我們在喊獨立獨立 平時你要講 大家都沒有感覺出來 你的獨立性在什麼時候顯現 就你碰到壓力 碰到你自己的老闆的壓力 碰到外面政治的壓力 碰到外面你 你碰到你應該有一些 你新聞專業你要堅持的原則 這個才是正式顯示你獨立性 或者我們講獨立性只是口號 真正要表現出來的時候 又表現不出來 我說真的 看到外界對NCC的批評 我真的心有 真的我真的有一點痛心 那我會覺得NCC 應該要儘快的回覆到 它應該有的獨立性跟專業性 那這個獨立性跟專業性 事實上是要有一些個單位的 我們稱之為制度素養 就是institution 也就是說 你要本身你的機構 你本身的文化 你的制度怎麼樣 還有你的價值感 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那這個價值觀 以及你要追求你的署名 這個很簡單 從NCC組織化 從統一傳播基本法 都已經給了一些個NCC 要去捍衛檢索的 比如說促進產業發展 還有去保護弱勢的消費者 跟族群 還有當然最重要的 就是維護新聞自由 那如果這個就是 你應該有的價值觀 那不應該會隨著 政黨的輪替 或者主管機關 或者你的 你上面的所謂的政務官 變來變去 因為我們有一句話說 所謂的鐵打的衙門 流水的官 所以說我一直很希望 可以在這邊呼籲 我們NCC裡面的輸官 能夠去捍衛 去捍衛法律 廣電法給我們 以及相關的 給NCC的職權 去捍衛新聞自由 然後真正的去依法行政 然後捍衛行政中立 不會受到外面的壓力 所以這樣才能夠真正做到 獨立性 專業性的NCC 也是外界的期待 我們希望我們的NCC是這樣 如果你連這樣都做不到 那對於外界的批評 那你就只有承受了 民間特徵組哪裡找呢 你只要在YouTube 用民間特徵組五個字 不管是用手機或者是平板 右上角有三個點點 把它按下來 就有搜尋篩選器 進去裡面把上傳日期旁邊打個勾 按一下 再滑出去 就有最新一集的民間特徵組在上面囉 這就是找民間特徵組最快的方法 另外也可以在中天電視的播放清單裡面 也可以找一下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就是對民間特徵組 還有賴小鷹最大的支持喔